人潮就是前潮 台灣燈會睽違23年重回台北 公共局預估將吸引千萬人次照訪 冲造210億的經濟產值 台灣藍雀揮舞翅膀 注立在大樹頂端 里頭盤龍憲銳 點亮台北 吸引國內外旅客驟足拍照 我們去看那個龍 那個門在那邊 那個龍的頭也會動 好看 比較多動物啊 或者比較多風景 剛剛我們看到有很多國家 有日本啊 你們覺得兔子怎麼樣 很可愛 儘管是平日 還是湧現滿滿人潮 帶動周邊商家業績 餐館外集滿排隊吃飯的民眾 附近的胖卡車漢堡業者 也早早貼出手丸字樣 再準備隔天餐點 現在變成是想說 可能平日的話 就要兩個人手這樣子 那我們備料有時候都來不及備 然後就只能說加班 就晚上留下來繼續備料這樣子 差滿多的 人潮應該比平常多個四五倍應該有 連四雲一開始人潮就變多 所以我們其實每天的備料 就已經就已經一直在增加這樣子 燈會期間是逢情人節 台北101預估業績成長三成 人潮成長五成 在信義區有四個館的星光三月 首周萊克成長三成 美妝餐廳服飾業績也有一到兩成的成長 同一時代台北電配合台灣燈會提供外帶美食 首日餐飲業績較去年同期成長三成 收購則推估可創造較去年同期成長 20%以上的業績 新唐人亞太電視 陳輝摩 朱永如 台灣台北報導